反正就是他可以記仇記三個月 那歌單裡面是不是 舊愛還是最美的嗎 沒有 那是我的 是啦 以前的 就我以前的歌啊 他覺得說很尷尬啊 很懶誘啊 不是啊 我覺得 而且沒有沒有 男生比較那個sensitive 比較敏感OK 男生 你看喔 哪一個男人很無聊 就是去唱歌還自敗傳給你 對啊 假鬼假怪的 對 他那麼愛你 用心 對啊 用心 Ruby追回來 對 危險 對啊 對 但是我也很坦誠的跟他講 我也沒有在那邊 他背後開始跟他聯絡或什麼 我還直接跟他講 不小心回了前男友的情形 對 我就只敢講說我有回他 那就是你白目啊 為什麼我白目 我轉過去 阿里呢 阿里有沒有遇過 阿里有遇過的狀況是什麼 我有遇過 以前曾經有一個女朋友 然後她跟我在一起六個月 然後後面跟我講說 我們要不要結婚 在一起六個月 什麼可以結婚 我那個時候還沒有打算結婚 恩惠我23歲 她21歲 我想說是不是 那是他前男朋友是找不到的一個人 找他前男朋友啊 什麼 不是Mondo 很多人找不到 你知道嗎 欸 不好意思 每次找不到 Kiva 導播不用take我好嗎 我沒有說 OK 不用take我 OK 習慣 欸 Mondo 其實沒有導播講 攝影師已經take你 對 觀眾也知道 對 然後那個時候我沒有打算結婚 結果我跟他說 拜託我現在沒有打算結婚 我們後來就分手了 然後分手之後呢 他在Facebook打了一大堆 一直罵我 說這個男的很爛 到底我做了什麼壞事情 所以你到底做了什麼壞事情 沒有啊 沒有 我沒有打算結婚啊 他一定要跟我結婚 我們在一起六個月 那有分手嗎 就分手了 對 那他到底指控你什麼 在Facebook上面 因為我覺得他可以去找另外一個 可以跟他結婚的 唉唷 帥 對 所以他一開始並沒有告訴對 我覺得女生生氣的是 他一開始並沒有告訴對方說 他不是以結婚為前提 沒錯 凱傑碰到的狀況是什麼 跟他差不多啦 就是我跟妳一個女朋友在一起 然後就後面 就因為 因為這個女生真的很煩 我就 我們就分手嘛 然後後面是 我給他的理由是因為 我不小心要交女朋友 因為這次他一直煩一直煩 那後面 剛剛好 大概一個月以內 我就是認識一個女生 就對我很好嘛 然後我們就在一起 那 這個女生 前女朋友就知道這件事情 然後他在Facebook上 就寫一篇那個狀態 就是說什麼 現在什麼男生啊 什麼爛理由 都可以用當作分手 就是在指我嘛 對 然後我就看了 那時候我就看了很不爽嘛 然後我就說 就是因為有一些瘋瘋的女生 才會讓男生 留 就是用這種爛理由 去給人分手 你還在比較的評論上寫啊 我很白目啊 我知道啊 可是後面 他都發火了嘛 然後就寫一篇 一篇小說 就是那種文章 小說 對嘛 然後這個就是在罵 罵我啊 然後就是說什麼 還叫我的名字什麼 麻茶姐 然後還說什麼 外國人在台灣就是怎麼樣啊 就是在那邊拔妹 然後就投資了 然後一大堆 這個就算了 還被其他人分享出去 哇 然後在其他人的版上 然後不是就是以兩個人來的 所以他寫的文章 寫得很好就對了 他文章 不是很錯嗎 他也只要跟他講出去 他都很有共鳴 就是像你們家有女神 他會在那邊按讚 根本搞不清楚情況 因為你一開始就錯啦 你不應該騙他 你不應該用一個很爛的理由說 我不想要交女朋友 所以跟他分手 我這樣是不是 其他的理由 他又不停啊 那你既然這麼討厭他了 你可以這樣跟他互罵 那你當初要跟他分手 你就說我覺得你很煩 我們沒那麼幼稚好不好 對 沒有 他們真的演幼稚 有 你們才幼稚 我這一集一定要火力掀開 我跟你講 我真的很不爽 他剛剛有吃飯 我跟你講 他是不是記仇 我們每次說他找不到 你會一直提起來 沒有 沒有 其實因為這一次就是我雷稿的時候 突然想到很多哭手真的爆折 就爆 跟你講 有一次 有一次我一個女生 只是曖昧而已 曖昧喔 只是曖昧 曖昧 我沒有沒有那個人好的關係 只是朋友 只是曖昧 然後就是他對我的所有的朋友很好 所以呢我也就是對他很好 我介紹到很多就是 就是女上朋友男上朋友 就是哥們嘛 結果呢 後來發現他喜歡我 所以就是我表達得很清楚 說就是不好意思 我們沒有辦法再一點 你有跟他說 I'm so sorry I'm gay 我是一號女婆到底幾號 喂 我是Gay 他來就跟 喂 我是Gay OK 你說是 OK OK 重點是重點是 他那一次喔 在Facebook上面 對 那個我拍過的有一個雜誌 好像忘記什麼雜誌 就是他撕掉 那個很清楚是我的臉 就是穿西裝的我的臉 結果呢 他有釘子打我的臉 然後我的臉就 變小人了 然後還有有飛鏢 打我的臉 還拿脫鞋這樣子 所以就是其實 拍起來就是變成 看不出來是我 但是我知道是我啊 然後問題是 不在Facebook上面 沒有 有事嗎 蛤 這個 你幹嘛看他的Facebook 對啊 不是 不是啦 沒有這個沒有看他的Facebook 也有分享出去嗎 辛苦 不是 人生啦 對 我跟你講 這個不是 很討厭人家來吊穿 夢多還在戲 他是不是應該 換一個主治大夫 對 真的啊 換一種藥 有什麼可以回應他的嗎 我想知道那張照片 有分享出去嗎 很多 因為我後來發現 你這樣多好 後來發現 因為我那個女生 我就是覺得很煩 所以我都刪掉 所以很多朋友問我 欸夢多 那個女的 好像你的照片 就是Facebook上面 PO上去 我結果就說去看 天啊 都是我 就我自己知道 欸誰會忘記排過的 是自己的嘛對不對 然後很明顯的 而且 下面留言的 之前我介紹給他 認識的女生朋友 所以就說欸那個很爛啊 什麼 要什麼的 你不要一直拿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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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請不要在故事中 虛構一些沒有的東西 我們聽一下 最有條理的少俠 一個朋友在德國 他跟他的女友分手 因為他們兩個 我不知道他們發生什麼事情 後來那個女生 很誇張 他就到處 因為我們家線那邊很巧 他就到處跟每一個人說 那個男生的壞話 不只說壞話 還有 他拿他們之前拍的一些裸照 就是那個男生的裸照 傳給別人看 當初是不要拍照 為什麼要拍 女生很愛把那些東西傳來傳去啊 羽柔 對不對 你有沒有拍過 我沒有 我真的沒有 但是我看過我姐妹拍男生 對啊 我看過我姐妹的男朋友 我跟妳講 通常會拍男生的 我跟妳講 通常會拍男生 都是因為男生自己很high 然後覺得自己很棒 然後說寶貝拍一下 才會拍出來的OK 請問八位型男 你們有跟女朋友拍過裸照的請舉圈 沒有 有 有拍過裸照的請舉圈 你們都沒有生活過 我們兩個需要回答嗎 沒有 不需要回答嗎 三點不露也算 對啊 你們真的超假的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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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為什麼 我們還邀請小朋友參加這個節目 真的很奇怪 對,等一下 不是 夢多,你拍要幹嘛 你拍那個給小朋友 給小朋友說 你看看,你都躲到 喂,沒有 怎麼可能 我覺得如果我拍了 我也想再不會說的 我覺得你們都好講 其實我們兩個最常識 你看凱傑 凱傑,冷靜一下 凱傑,你剛剛明明一開始是打圈 沒有,因為我有點眼睛有點近似 我 你們有色 那你下個禮拜給我看的照片是什麼 你們是男生 給男生看 為什麼自己拍了自己 然後給男生看 很想像粉絲團 沒有 沒有,他應該是拍兩個人 然後給男生看 因為不可能只有男生看 沒有,不可能只有男生自己 對 你們不會 對 如果你這樣子真的被拍裸照 然後被小心眼的另外一半 罰出去怎麼辦啊 對啊 罰我了